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白衣飘飘好少年 他们俩人呀从这个相识到相知 再到后来呀我们就不便往下谈了 看你这话说的 反正他们俩至今相识三十五年 究竟是谁呢 有请二位登场 想这样一眼一眼不行 没机会 三二位老师 刚才我们说的至今相识三十五年 这个是亭平玉丽长得甜呀 这位是白衣飘飘好少年 三十五年之后想牵手登场 结果被碎 结果具体为什么呢 那咱们坐下来慢慢谈 二位老师这个相识三十五年 有点长 那会认识的时候 就像我们俩刚才那小段似的嘛 一位长得甜一位好少年 那绝对的 那绝对的 不舒服 不舒服 互相批评一下 来 那一段时间在上千人当中 竟然就录取了13个男生 七个女生 七个女生凯莉又是最出色的 七仙女之首 那您说说这位董勇哥吧 他在我们男生中也是最棒的 我是女生里边最棒的 所以我们两个最后毕业才能一起分到北京 取了最棒的地 有事实为证 取了最棒的地 一般都是这样 这一出来院校 这个都有一个男的 这专业 做一个女的 专业这 一般是男班长女班长 最后呢 反正毕业分配就看他们俩 基本上顶尖的两个地 二位就分别是这样的角色 一般这男班长跟女班长都谈过两岸 好像不是这样 那事实又是怎样呢 事实上是我没块上他 事实上是我尊于上 因为那段时间呢 他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 我那是学期委员 我不是班长 如果那时候是班长的兴许还真有戏 当年就跟这个互相之间 您看不上他吗 那是开玩笑 其实当时他有对象 他有意外收获 他有意外 他的青春比较早熟 我想问二位请教个事 这我也是听人家说的 不是什么好事 听说一般都是瞎口 凯丽老师 每每感到感情有点脆弱的时候 说是一哭了呢 谁都劝不住 就必须得您去劝去 您一劝才能给劝住的 就有这么一回事 绝对瞎说 没意思 前年是也是我们国家话卷 做了一部电视剧 叫功夫婆媳 哼一下就现场就哭起来 那现场一看全傻了 完了之后给我打电话 不管不管 因为我也是那个戏制片人嘛 我打电话 哎呀那凯丽在现场就忽然就 这现场怎么回事 这我同学啊 这怎么的现场 是导演吗 不是不是 他后来 后来就是 最后把我从外边 赶快丢回现场 一到呢 呦凯丽咋的了 谁欺负了 让他等等 慢慢慢慢 质问他 而且是一种宣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戏 我完全是因为文广上的 这个人物又那么的复杂 那么的 这个 虐心 对 虐心 对 哎呀 真的我是受不了 凯丽呢 是因为深入角色太深 因为什么呢 她一会儿要清醒 一会儿又要糊涂 我呢又演她那个前夫 从美国回来框碳的这么一个人 她有时在纠葛当中 深入到剧情了 最后 就老是这么一花瓣 加上有时候 那个后边调整剧本呢 有很多东西 是我们自己掌控不了的 有时候你自己能力 已经达不到了 所以导演喊 预备 开拍 哎呀 我那个心里那个委屈 就马上涌 就哇的一声就哭起来 这个时候就叫文广 你看你把我弄来了 你看就现在这样子 哎呀我都养不下去了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说我不来 你非让我来 对 是 我说我不演你 非让我演你 你非让这些现在让我纠结的 功夫活习嘛 啊 我是特别有功夫的一个 哇 一个武林里边的掌描 聂军师太 聂军管的一个 对 尤其是大家对我的印象一直都是那样的 惠芳啊 那是 是吧 惠芳怎么可能会功夫呢 突然间就来这种了 那还是挺好看的 惠芳要会功夫了 当年王虎生的小样 这早散架 整死 怎么倒霉啊 1985年 两个朝夕蓬勃的年轻人 从吉林来到北京 而当年的凯莉 能考入煤矿文工团 也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当时煤矿文工团 每年大学生进来的女孩子非常多 所以他们 就即使你再好的女孩 他都不能再要了 假如说 有一个特例的话 就是要一个男生 的情况下 可以再带一个女生 对 就是这个女生 他们也非常想要的情况下 因此呢 当时就是 他们看上了温广 假如说他看不上他 再看上我都没有用 因为 不能再收女生了 您算是大的呀 对 谢谢你啊 你这时候开始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 难怪这35年 我们俩关系这么好 因为当初是在我们演毕业大戏 是吧 对 那时候 当时是 曲泉和团长 去的东北 去看 就是煤矿文团去看戏 煤矿 煤矿是干什么的 我曾经给我 记得还是很清楚 曲泉长就因为这个事 我到北京报到 正式来了吧 来了 哎呀 气愤 从长春一路豪情 满快的一路豪哥 来到北京 哎呀 我到煤矿文团去报到去了 好 下矿 体验生活 先生您知道知道 好好知道 什么叫煤矿文团 给其他还有点低头 当年 在北京的起步阶段 恐怕也不容易吧 他不是一来了 就给下矿了吗 放婚来美矿文团的时候 挺苦的 对 真的 我有时候都不太敢回应 那一段经历 啊 是啊 注意苦成那样吗 是啊 其实苦不是说 别的 是因为住的环境 实在是太差了 主要是害怕 你只要一个女孩子 在一栋办公楼里的一层 就我一个人 住办公楼 还没有宿舍楼 对 对 没有 住在办公室里边的一个角落 用什么 那个柜子隔开 白天人家办公 我在里边 一开始是这样的 对 所以说太害怕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 同样分来的大学生 一个舞蹈的女孩 因为她先来 她有宿舍 假如有一个空位 能让我睡一晚上的时候 我这一晚上就睡得特别的踏实 哎呀 偶尔这么一次 我就幸福死了 其他的时间都是那样 哎呀 一个人就晚上划上门 然后洗手间也不敢去 都在外面 嗯 桶子楼里 办公楼嘛 哎呀 你想象一下 然后呢 有时候刮风门 光当光当光当 哎呀 我都不知道那会怎么过来的 闯光老师啊 哎你那会儿你在哪儿呢 哈哈哈哈 你提起这个 我又挑事成功了 对 你在哪儿呢 我挑过 哎对了 你好像是分的有宿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那一届第一批 走出吉林省 而且直接来到煤矿门关 而且是为了叫我们俩去 除了正常的北京的指标调过去之外 还要弄几千万多煤 是吧 给吉林省 这样我们俩才能有这个条件 到煤矿来报到 二伯老师多值钱 但是呢 我们俩家不是北京的 嗯 都是东北那嘎的 对 哎呀 真的那嘎的 你说说 咱家有爹有妈 有亲朋好友 兄弟姐妹 什么都不愁 对 可是来北京真是 工资也不够 那种钱 确实挺苦 而且呢 我来讲呢 我还行 我呢 起码还就是说 有一个集体座 正好有一个空位 而且还是我们话剧团的 啊 啊 那么我就给他们挤在一块去 就男生宿舍有张床 男生只有这么一个床位 只有这女生凯迪呢 也不能让您去呀 不是 你不能赖人家 啊 就把他安排在我们那时候 还是老的那个办公楼 啊 平时一到晚上四五点钟 进的楼也甚得慌 一下班就没人了 那是老楼啊 而且还没有灯 他还是 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厕所旁边 我们话剧团一个办公室 您白天还老给人讲鬼故事 哈哈哈哈 有时候偶尔也下下他 全有生活 那下下他 完之之后希望他能看我眼睛 啊 后来您演那个刘慧芳的时候 就是那委屈劲儿 如果万一上不来 我想想住那办公老久能出来了 记得特别清楚是有一次就是那长那个智齿 哎呀那牙肿的呀 然后我就躺在床上就在默默在流眼泪 几天的时间 嗯 我也不愿意麻烦别人 好像都没跟你说 哎呀 真的是 哈哈哈 想想 哎呀 不如没事现在口尖嘎来了 哈哈 赶紧成功长 谢谢 我就是85年 从长春大学毕业 分配来到中国煤矿国工团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柱楼 哎呀看到这老亲切了 是啊 因为终究在这工作了 哎呀 二十多年啊 这就是我们的话剧团 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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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 哎呦 哎呦 兄弟 好家伙 不知道谁在 兴趣门还是锁着呢 是吧 没想到你在这 是今天我 一看是好领导 今天我吃饭 今天我吃饭 哎 前几天这个他们收拾这个东西 啊 还翻出这个咱们过去的这个照片 哦 哎呀 这好像都是陈锋荡案 哇 就是杜老师 这杜老师 哎 这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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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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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第一天 哇 好家伙 好家伙 这还留着呢 真让我感动 不是嘛 一会儿到了北京来了 是吧 所以就那一段时间应该是互相照应 对 然后互相 可以说是互相取暖 啊 反正他要一找我取暖了就是找我借钱来了 这不用说这文广老师也跟凯蒂老师借过钱是吧 反正蹭吃蹭喝的那种 真的 那时候刚刚大学毕业工资好像就几十块钱 四十多 凯蒂还行 因为女孩子啊 她生活各方面来讲她不像我们啊 我这是大起大落 一到晚上一高兴了 错 好 一错 一个月 工资比刚刚去一趟那个什么老沫啊 好 二十多个钱赔了 嗯 生吃饥 勒紧快蛋 嗯 嗯 一到晚上的时候凯蒂是一个重点受灾单位 哦 重点 往往一位工资部不到半个月可能稀罗户就没了 嗯 那剩下日子就难熬了 除了就得跟刘慧芳这种人一般过去了 同学嘛 你想一想 哎 你要说凯蒂走栏里头她也是做饭 有她的绝活 嗯 嗯 哎 这个时候往往别人一下班的打结果都回家了 我就 闻着伴就能去了 嗯 有葱花香味了 行啊 开始开炒了 那那会儿就桶子楼里边 桶子楼楼道里炒菜 对楼道里面会有 对楼道里炒满 楼香啊 凯蒂老师这厨艺了得 我最擅长的是办那个凉皮 哦 那时候北京那个 东北大辣皮 对 就那路边卖那个 那会儿为什么那么好吃呢 我现在怎么也找不到这样的凉皮了 它那可以你抓起来之后它这样 能颤诱的 颤诱它都不舍 那会儿我就用点麻酱啊 香油 酱油醋啊 一半要贴的那个 哎呀特别好吃 但是每天就是下去录音的时候 就给大家带去一盆 叫董浩 孙月斌这些都是刘纯亚 哎呦 都是在一个棚里滚出来的 都是在一个录音棚 配音界 配音界都是几把好手 田二喜 郭正健 那多少钱 早说呀我也吃点您那凉皮 我说我也能吃这个 我也能配音了 你倒点了 哎呦 坐上了 哎呦 这不味不错啊 那时候要配音 反正都老同学嘛 躺坐在那了 哎呦 没吃吧 还这么不见了 啊 那就一块吧 哎 后来我反应过来了啊 原来都是这么回事 回来去年才 不光蹭吃去 接着蹭吃还能再借点钱吧 对对对 那借钱得每次还得有不同的理由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咱就请你们 这没还吧 今天聊到这儿呢 我们真对不住您能够 实实来讲吧 有些呀能不还则不还了 看您倒也是 他也记不住 借多少钱啊 你要借太多呢 那就是 心里不借 一个是不借 一个是借太多就是非还不可 所以呢就是不多不少的 你现在还不还就两可了 然后很多次你也记不住哪一次了 对对对 他那会为什么管我借钱 他知道我有钱 嗯 因为配音呢配半年能有几百块钱 有几百块钱 那是八几年九几年 八几年 八几年啊 那大钱了 我们是八五年到煤矿了 八五年到煤矿 完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拿了一笔算是大钱吧 我还买了一双什么耐克鞋是什么 哎呀 那别人真买不起 所以他跟我借钱他也很仗义 他知道你肯定又发钱了 就叫仗义 您这真是好朋友 您这这爱乌吉乌真没招 要不你二位就这么几十年这么好 一般我会说行了别磨叽了 不就是要钱吗 你就跟他拿去吧 就这么说 对就是这样的 他怎么跟你磨叽啊 那就是什么又不行了又怎么 反正就那个身材了 刘慧芳的拿手菜味道如何 别的不说价势比较大 一般都说闪开 这家伙都出来了 有点滑起来那味儿 记忆正在播出 贤惠的凯丽老师炒的一手好菜是吧 您除了凉皮 凉菜 热菜什么炒的好 什么时候炒一手好菜 我会炒土豆丝 它就是一个土豆丝 肥棒 那是肥棒 对 这时候可以吧 够薄的 可以 有点紧张 凯丽 咱们不紧张 您慢慢讲 小心手 慢点 你看这吃刺的吧 你加着油 我这还可以吧 相当可以的 鼓掌鼓掌 真是 今年渴望播出到现在都快26年了 咱们看看刘慧芳的土豆丝 自从渴望完了以后 播出以后 凯丽的土豆丝就吃不着了 因为那段时间我也很难见到她了 上会儿出来了 别的不说架势比较大 一般都说闪开 原来在桶子楼里就是这架势是吗 接一身油 好 凯丽的土豆丝 看看 您这都要想吃 然后呢 先放醋是对的 对 你没发现吗 我不许这个 土豆 土豆 对了 因为它有淀粉 一许就回了 前半也不许 后半也不许 这自然餡 对 酸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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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上色的 这是炖肉用的 对 给我一点水快点 快快快快倒 宁南 谢谢 倒多少 今儿倒 好 把这些一烤干就行了 不错 香味都出来了 有点卡丽鱼的味儿 行了 放心 绝对好吃 虽然少点东西吧 最后放点盐 这是糖 这是糖 因为我放了很多很多醋 所以就得放点糖 您解释解释 糖是一鲜的 真的 所以不放味精 放点糖 原来当工厨师吗 您快想回家 你不想回家 当年您找凯月老师借钱 然后他那做饭呢 也遮价什么 又来了 就这价 一边拍饭 我一半是这样的 我快拿碗 赶紧吃 成块 在哪儿到哪儿都是这样的 特别有生活气息 好 来 上盘 我真想尝一尝 惠芳凯莉土豆丝 圆满成功 下面的这个难题呢 留给文广老师 我们在咱们食堂 还有外边的大馆子 点了两个土豆丝 精彩 三选一呗 公平起见 您把换个眼镜吧 好好 是 嗯 好了 好 来 请上菜 先来这个吧 大文广 你今天要尝不出来 我跟你讲 我绝对跟你俩翻脸 真的 吃了我那么多好东西 然后就尝不出我的手艺 你吃了我 你给我吐出来 对 先吃这口 来 张嘴 乖 来 来 来 你能不能胡这样 大家知道文广演太监 特别深入人心 刚才这一出太像了 不是 他在宫里经常是别人伺乎的 一伺候着人物感觉就 不 你是大太监 我是小太监 伺乎你 好嘞 伺乎着 成上 好嘞 快点 快点 腿草 肉不吃鞋 来吧 阿太 好 张嘴 张嘴 这是第一个 记住 记住味道 这味道真不错 大尖第二口 对 大尖 老赵 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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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拿点纸吧 你能不能别吃的哪都是啊 我老了 不行了 第二个 记住了 已经两个了 怎么看着跟一孝顺闺女似的 多好啊 我太幸福了 第三个 大尖第三口了 张嘴 张嘴 你能不能不整这一口 一口 太烦人了 快点 来 第三个 第三口 好了 擦一下 这有她口水 好了 快点擦了 妈 给你再擦擦 我这会您就拿下来吧 您自个擦擦你 哎呀 好了啊 我说了啊 好 哪一个根据三道菜的品尝 最后专家决定第二道 对不对 根据什么这样说 我炒的 那个味道是非常鲜美的 而且口感是非常 味道重 味道来讲比第一个 第一个呢 当然这个还是有一个 你扎下来说行吗 25年前的这个记忆的味觉 不一定那么准确了 您这是从技术层面上 然后来判断出来第二盘吃 对 当时我就有点红 你说半天 我怎么这么烦呢 你就直接说 这是爱的味道 不就行了吗 是 您应该说 你说半天 哎呀 你受不了 对吧 所有爱的这件事啊 多少年了 就做到什么 对吧 但是呢 这里边看 这里头来讲呢 确实是吃了就是 我为什么是鲜 为什么这么鲜 他怎么那么鲜 我自己先尝一口吧 你先尝一口 确实是 真是好吃 当然了 你要说从情感上来说 这里就好多事了 确实是好吃 可以是吧 真是好吃 我跟你讲 要想好吃 你们这里头来煎的话 就使劲放肤 厨师 厨子 过来 没事 您得吃吧 我一会拿盘就行了 您给体验一下 这是我们店才专业吃饭的 专业吃饭 你拿这 来 来 您给品鉴一下 做不行啊 吃一把好手 酸甜可口 因为放糖有醋 酸甜可口 咸咸适中 回味无穷 再来一盘 比我炒的脆 脆 真好吃 还挺甜的 真棒 谢谢 没想到的 真的没想到 你看凯雷老师演戏也演得那么好 炒菜也炒得这么好 真是上的厅堂 下的厨房 老大哥楚剑到场 揭秘二人什么趣事 反而文广刚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一个字 再 哎 这台历有张的时候 你可能又忘了 哎呦我猜我这知情 现在 大叔的面积号 到现在都一辈子都忘了 现场神秘嘉宾来席 让老黄虎惊喜完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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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再请出一位他们俩的老朋友 谁啊 有请楚剑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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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您应该是比二位要年长吧 我是75年进的煤矿国公团 他们是85年来的 呦 那比他早十年 早十年呢 我去那个集体宿舍就住在他们的房间 对 哎呦 反而文广刚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个字 馋 嗨 是 他确实馋 你还记得吗 那会儿 我也是帅的你知道吗 他刚进北京的时候 他就用碳锅就涮羊肉 有一次特别神秘的跟我们说 请我们几个去吃饭 其实吃的就是涮锅 但是涮锅呢 他就发现啊 北京人那个涮羊肉不单单是涮羊肉 什么都可以涮 于是其实他就背着我们就先买了那个 一小盆的龙虾 小龙虾 就全是活的嘛 活的 小龙虾 完了以后就说到我那去吃涮羊肉 去吃涮羊肉 到那门一开开 那龙虾全都爬出来了 爬的哪都是 完了我们满地抓那个龙虾 第一波在北京吃龙虾的 您算其中一个 真是小龙虾 那太糟了 对的非常糟 我有点怀疑你是拿我的钱去请 应该是 那小龙虾的钱哪来的 对啊 他也买不起啊 他那点钱 还有什么 讲解解放 还有呢 我就觉得 这个凯莉有当事 你可能又忘了 哎呦我天我这记性 现在啊 我是这样啊 就是我呢 就是一个是75年就进城当演员 但是后来他们俩都知道 也搞了一些创作是吧 对 其实第一次对我创作就 起巨大的鼓励 其实就是你 你可能都不记得 哎呦我天我说好事不留 就是在87年 我们煤炭部有一个就是 英模代表会 大伙的都是都是努力的出节目 我跟杨大黄老师呢 我们俩 我写了一个那个相声 叫我是矿工 他就住在我们排练上 对面的那个小屋 于是他他也来看 看完了以后 你还记得你说什么吗 鼓励你了 我不是 我说你不记事 你不是鼓励我 他说的那句话 我到现在都一辈子 我都忘不了 他说楚啊 你真有出息 你应该入党了 真的是这样 为什么那会儿人都是那么纯洁 就觉得哎呀 这个人很有 他很有理想很有出息 他应该是党员了 确实是 哎呦那会儿 这我特别是个很大的鼓励 其实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大的一个广场 食堂在这边 那边呢是 江水龙的下边还有一个剧场 这个剧场呢是 晚上呢我们演出 白天的对外开放 那段时间都吸引了照顾 你知道吗 那特别好 一到晚上我们这又有点热闹极了 所以那团里的发展呢 将逐渐逐渐的 给我分了一个宿舍 你们看看是什么样 有这个地方锁上了 你想我在锦里边 锦里边那第一个门 一到周末 我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聚会的一个地 特别热闹 哎呀当时就是一来了以后 自行吃一大六 之后下边是啤酒瓶的 劈了啪啪全都是几十年 知道 有时候晚上喝高了 全是洗衣而睡 能睡十几个人 三位老师呢在这儿啊 很多美好的记忆 是源于煤矿文工团 哎 我们俩这番孩子 对于煤矿文工团的记忆啊 还有一个特别标志性的人物 徐全和老师 对 徐老师 我们也做了一个采访 咱们一起来听听 我先说许文广啊 她呢特别喜欢漂亮的女孩 我们团当时有一个舞蹈演员 人很漂亮 那舞蹈演员呢 也跟我说过 团长 我要找啊 我就想找一个大学生 找一帅哥 我就突然间 就把他们俩想到一块了 我说你们俩可都没对象啊 今天在我这儿 我的意愿是希望你们俩能成一个 等到我们的歌舞团 话语团的演员 都知道我这个做法以后啊 大家就笑得不得了 却老师乱点羊羊谱 就前半个月吧 世界诗歌日 我去的岛 突然凯莉进来了 我下意识问她 我说凯莉 这个国家的二胎政策放开了 我说你们有计划没有啊 凯莉偷计划 路有的半天没支启腰呢 她意思说 团长 您以为我多大了呢 她在我的眼睛里啊 一直是非常小很年轻 这个小的都特别狠狠的 却老师 首先是我们的大恩人 大恩人 对 没有 全和老师 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嗯 真的到什么时候 只要说起曲老师 嗯 我都是这样一种感恩的心 嗯 因此说 嗯 当然曲老师 现在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冲上去的地方哈 嗯 真正有的话 绝对两肋插刀 真的是这样的 我经常看见曲头的时候 哎呀 心里就涌上那种东西 有时候看见她眼眼睛就会真的湿了 真的啊 嗯 不是因为她苍老了或者什么 就是心里觉得 哎呀 头儿没有你 哪有我的今天呢 我现在哪一点成绩 我都觉得都是你给我的 真的是这样 我们俩都是对她 就是说特别感恩 而且又特别能读懂我 别看是一个团长 实际上有时生活当中呢 就像一个大家长的一样 嗯 我们团长有时高兴也没行 哈哈哈哈 这个很早的时候 我呢 就是 呃 原来的对象 嗯 就吹吧 团长呢 就是观察 这往往最近的情绪怎么不对 啊 就是这么一个事 后来他就特别认真 嗯 而且还通知团众书记 我们的团委书记 啊 给他俩安排看电影 哦 哎呀 一块去逛逛商店 啊 一块溜溜弯 啊 我还真是力争想吐啥 啊 结果呢 越往深处吧 越发感觉到 就是这双方的性格 最后实在憋不住了 最后跟团长说 团长啊 我说不行啊 哎呀 就是谈不来啊 谢谢了 真是 我知道我们团长现在真是特别忙 他虽然是退下来了 他比过去的工作还多 演出还多 他几乎天天在天上飞 今天晚上有演出 嗯 哦 那就不行了 演出完了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有请秦娟和老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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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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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 那你咋能那么安排 你在家睡得那么安慰 然后我睡着觉 控制的挺好 从开始 应该说他们是尝过一些苦头 但没坏处 我们有个规矩 来了没旷工团 你就得下井 你就得穿上旷工服 登上旷工靴 戴上旷工帽 到井下去 不简单让你干活 你了解一下这煤是怎么出来的 它对煤矿工人的感情 自然就会发生变化 这都是跟着我多年下矿的 那年是刚拍完可望 到京西大台煤矿 门头工那大台矿 它多红那时候 拍完可望 我们那时候还特别要求严格 大年三十晚上得下矿 要跟矿工一块过年 在井下过 到井下 到井下去 那大人就跨上就像过节一样 像女皇一样的 迎接他 他俩都有很多笑话 他那笑话 我真是乱点原样谱 就冲着我的面子 硬着头皮弹了一个月 一个月后 两个人一块到我办公室 在我办公室前面 两人一块去的 一块去的 说 团长 我们实在对不起你 我们一点感觉也没有 别话 我一点感觉也没有 真的 这一般呀 成或者不成 这都是年轻人自个儿的事 把您看作自家的长辈 是这样 必须您介绍的 我们必须往成了走 对 实在不行 我们俩还一块过来 跟您承认错误吗 真是一块多了 听到当中是我们的好领导 我们只要是一下班这 这就是大家的 我们就是跟孩子一样 他们都跟我非常随便 成秘后 我实际上还有时候还经常敲到她 她不是后来不 她原来叫张凯丽吗 后来对外都叫凯丽吗 我就说过她一句 我说凯丽啊 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你忘了自己姓什么了 出了名 出了名就不知道自己姓了 她开始哈哈笑 你 齐头你骂我的吧 你骂我的吧 后来说 这您这真提醒我了 他那个拍那个渴望的时候 应该说那时候 就是张军英对他这个 去不去的事 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呢就问张老师说 我去不去啊 室内剧拍不拍 因为那有室内剧 还是一个新生事 第一步啊 第一步啊 他那时候在团体正演着主要角色呢 我是考虑 这这这这这你这走了 这戏刚拍完 咱们团体怎么去怎么办呢 我是那个 从本位主义下 后来 我夫妻说 你可别害人 你也是当演员出身的 这种时候 你绝对要放 他自己动摇 你也得让他去 多难得的机会 这张马 哎呀 我的张马 我爱你 张老师 所以也就非常坚定的 哎呀 可是从那一步以后 他再演不了这贤妻良母 后来都变了 全是别别脸的角色 原型毕露了就 现在再演到一掌直接就飞出去了 递上角落里了 看他后来这些戏啊 语速之快 台词不是说他背 他把大概一字弄出来以后 他也根据原剧本可以发挥 他根本就不用照本背 他知道这个意思 他可以滔滔不绝的 就像咱们绕口链人一样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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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气喘 还特别合理 人觉得挺真 有一次我问他了 我说这词你都背了 没没没没 这我一直认识的意思 我全能下来 特聪明 我就记得当年我们曾经种树 这两面侧的树 你看现在的树都已经长成这么粗 见着他们三位 我特别高兴 他们长大了 成熟了 人生最美的珍藏 还是那些往日时光 虽然那时我们穷得只剩下快乐 身上还穿着旧红线 文工团的小树林中 传来我们背台词的声响 下跨慰问的路上 歌声在马路上飞扬 我们尝试最好的伙伴 共同分享着欢乐内伤 我们总想要朋友们再聚 还有文工团 那热闹的排练唱 如今我们都已变得不平 但对生活依然充满着渴望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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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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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看着我老子伤心了 看我老子 我就想 你健健康康的 然后我们的感情 我们的友情 一直这样走下去 我觉得跟您的这种感情 是我心里特别大的一笔财富 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头 因为我总叫薛老师头 我都心里边满满的 就是爱你 还有张老师 我们都要好好的 好吗 谢谢 她是有着意大利血统的法国姑娘 是什么让她与中国结缘 我特别喜欢李小龙 我特别喜欢中国功夫 是什么让她放弃了好莱坞发展的机会 做了中国媳妇 你见到她的意思 然后就跟她特别提着 穿越三十之后 她们对婚姻有着怎样的感悟 很提动 记忆 嫁到中国的法国女郎奥黛尽情